让爱的因子可以在离岛偏乡地区散播 在耶稣教会喜庆爱心医疗团队 约三十几位志工到南宇一诊 就是要让偏乡地区的族人 在医疗资源缺乏的地区 很非为族人看诊 主要是我们来到了偏乡这个南宇这个地方 那我没发觉到说呢 有很多我们的乡亲 乡亲父老在身体上 就有很多的一些倾安 那再看到这边的医疗呢 有很多的不方便的地方 既然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资源 就医疗的资源 有这么多的医生 那因为从绝书所领受的 那我们也愿意把这样的恩典 也分享到我们南宇这个地区 医疗团队克服困难 从大岛将大型医疗器材 仪式搬到南宇 团队细心得服务 前来看诊的族人 族人也感受到 除了生理方面得到治疗 心灵上也得到安慰 南宇这个地方福气 满意 医满 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 有这些自贡 或是我们来在医疗方面 得到很大的利益 秉持着将爱散播到每个地方 哪里有需要就前往服务 这次医疗团队的服务 虽然器材上不比大医院 但志工团队满满的爱心 早已弥漫在全蓝宇岛上 接着下班级大圣 台东蓝宇采访报导 避免